相信大家对于卡戴山家族是早有耳闻 卡戴山姐妹中金卡戴山最为有名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金卡戴山成名之前的照片 那时候的她长相很是软萌 满满少女气息 跟现在霸气侧漏的样子大相径庭 首先看到的是金卡戴山 身穿一件白色的简单T恤 披散着一头长直发 看起来特别清纯 搭配精致立体的五官 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另外一张照片中的金卡戴山 同样身穿着一件白色的宽松T恤 下半身搭配的是破洞牛仔裤 再加上黑色的车壳 一头中风的长发 看起来有种酷酷的街头风味 坐在一辆汽车的后尾箱上 眼神坚定 最后一张照片宣得小编的喜爱 照片中的金卡戴山留着一头清爽短发 头上还叠着一个可爱的小发夹 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T恤 搭配一条金色的项链 这样的造型尽管是放到今天 也是特别时尚 果然是走在潮流的前端 这样前一样去看看 那个 MAC 的 但是 这是 我